香港特区政府12日表示欢迎加拿大飞沙研究所在世界经济自由度2019年度报告中再次将香港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 自报告开始发布以来香港一直保持守卫在五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及监管军排列守卫 政府发言人表示会竭力巩固香港固有的体制优势这些优势提供了有利环境让企业蓬勃发展让整体经济持续繁荣发展